2008年12月的時候 開始把院內最後的一批房子 院內的房子拆掉的時候 中間大概的過程 看完片之後大概再講說 熱身旁邊這個地方的一些其他的故事 然後講說2008年之後 09、10、11、12年到現在大概 它中間是什麼狀況跟故事 我們裡面很多新聞 說真的那時候 有很多好朋友 莊玉琳其實到現在還很關心 但是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到這檔章有了他 這檔章有了他 他一禮拜要找兩次翻譯 就是說他在讀書 他在讀碩士 不是碩士或博士 莊玉琳是碩士 碩士 我記得他一禮拜要有兩天 要去那邊檢視 一開始檢視 現在地檢視 上去地檢視 然後就期望不起訴這樣 到最後還在發言 因為 在那個 過程中裡面 每一次的空間 其實就是 就是 不關藍綠 路上真的 是 說真的 是一個 非常 的過程 不過 幸好 現在又保留 至少還有二十多年 不知道 二十多年 所以 在那個過程中 其實 開始是一個 很好的運動 那後來 後來 最初來裡面 那些老百姓的須部人 要來 結婚 到來 來一種化 一段時間 還要聯絡 然後 最後 我知道 台灣在反國光師話 搶救 巴海豚 反中科三級 四級 裡面 有很多人 都熱身的少年 所以須部人也是 中科 一定都贏了 一定贏了 拜青年要離開 我看他們那邊人 就是他們過去 在突出的時候 是 熱身的訓練 所以 我看到他們 還繼續唱 到後來 我 前一陣子 去台東的阿朗伊 古道 又看到一段 哎呀 很練熟 又是熱身一齣 所以 那時候 台灣開始有一段 有一個流行語 希望 比如說中科 中科 什麼 反中科青年 反國光石化的青年 欸 什麼時候青年很重要 然後 美麗灣 就一段的青年 都要 照顧百代 照顧百代 照顧 然後 到後來 這個 台灣在選舉的時候 都有青年區 一末期了 以前就有了 末期 開始 看見那個 那個力量 我想 熱身有 有很多故事 最小的 只要兩三分 製造 本來都不會 沒有什麼家裡 你如果有家裡的 一本是 口書歷史調查 一本是 你要知道熱身過期的商品 這定規 除了變成立書 最好他都會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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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翻證 沒有啦 不是 就說他歡迎 你就把它推廣 他一個CD和紀錄片 這部是我第一次看得完 你們一次看一看 那時候還沒教出來 好不好 我們出來的時間 請眾選 一方 文雄 到何時 有看這部片 有什麼問題 收集圖 問題才讓他開口 這樣 這部片主要講就是 大概2014到2080年底的過程 我們講的時候就主要講說 這個地方之前到底怎麼樣 因為他看起來跟 說是療養院 他當然其實是一個 沒有醫院的地方 沒有看到院民去看醫生的情報 院民其實非常 他們的生活裡面 講到醫生的部分 看病的部分 是很少的一部分 就是住在裡面 然後生活在裡面 看病這樣 生活裡面很少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說 大概2008年年底之後 那當捷運真的開始動頭 開始做 這個所謂 軌道啊 這個地方的 金色的時候 照理發展 然後 照了一個 看起來有 比較多的方案 做下去的時候 那 到底後來他就是 就是 為什麼要 現在可能 過了 過了三四年 我們又重新去 然後 繼續去抗爭 然後 上街頭上台 這樣 就是我 大概 對 對 好 好 謝謝 欸 其實剛剛那個 我們有講很多 就是 麻風病這件事情 其實麻風病就是 中國也是一樣 現在在漢朝的時候 跟西方 其實很接近 在漢朝的時候 就有一代 用麻風這個概念 去 去想像一個病 那怎麼說想像一個病呢 是因為說 其實當時的 麻風這個病 大家說的那個說法 其實不一樣 他的症狀 可能今天跟我們講 欸 今天醫學上面 今天的醫學說的 麻風病 又因為感菌 而起 然後 親子神經沒燒那病 看起來大致上 差不多 但他著重的情況 也不一樣 他可能也其實 只是一個皮膚病人 他說他的麻風病 但總之來說 想像 麻風這個病 用麻風這個病 來形容一種病 然後說 那個人得了麻風病 麻風病的這個概念 是大概兩千一年以前 最有的事情 那他因為 我可以看到說 他有這樣 他是很明顯的一種疾病 你得了之後 那基本上 你如果發作 爛人 手指 手腳會 全虛 因為你的神經 你神經受到嚴重的受傷 你沒辦法把手伸直等等 甚至說你很容易受傷 然後皮膚會變差 會脂泡啊等等 然後你的眉毛 睫毛 跟鼻子的軟骨 會受到侵蝕 然後就會脫落 他的 負面的情形 下掉 其實他變成 你的身體 你的傷害很嚴重 就是說 在這個時候 基本上他是道德化自己 就是你可能 上輩子會之前做什麼壞事 然後這個是在 十六世紀的時候 覺得 梅毒這種疾病 他從 美洲傳來 歐洲 兩周之後 那他跟性病結合起來 他就變成 非常幹 他的忽迷化也是我們更大的 那 到了 可是 麻蜂這個疾病 大概在中世紀晚期的時候 開始快速的消息 原因是因為說 中世紀的時候 麻蜂的那個對待的方式 對待麻蜂病人的方式 也是基本上把他監禁起來 那可能是由修道樂女神父來管理 可是 因為監禁起來 他就是減低了他的傳染的機會 雖然說他沒有醫療 他可能很少人 真正在做醫療的這個工作 但是怎麼再說 因為他的監禁 可能是因為他的監禁效果 在中世紀晚期的時候 那 歐洲的麻蜂病院 一個一個關掉 麻蜂病人的案例 大幅度的減少 幾乎沒有 對歐洲人來說 他們進入文藝復興之後 一個新的世界 新的時期的時候 他們的社會裡面已經沒有麻蜂病這個病 基本上 那 所以說是 當他們進行了進步的事情 現代的世界之後 麻蜂病不在他們的那種想像裡面 他們的病可能是別的病 例如說肺疾病 或者是 憂鬱症 等等這種 精神上的疾病 或是我們叫文明的病 病其實是有文明不文明的 比如說文明病是什麼 是高血壓糖尿病 然後 肝乳疾病 在 這種疾病裡面 文明的疾病裡面 沒有麻蜂病 一定沒有 所以說 那當時呢 為什麼會有麻蜂 重新來討論說麻蜂這個疾病的存在 是 在殖民時期之後的事情 那 在當時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們有的一種 想像這個病 怎麼會走到他這個問題 好 可以下一題 在上面嗎 可以 在上面嗎 可以 在上面嗎 中國就是 一直都有麻蜂病 然後 印度等等地方 他其實都是有麻蜂病的存在 所以當 歐洲人為了殖民來到亞洲的時候 他重新又發現麻蜂病 然後覺得說 這是一個 因為他們不現代 所以說他們還有麻蜂病的存在 他們現代的是他們沒有 那這可能是一個 這可能是一個 風土的問題 但是當歐洲人 或是歐洲的別的殖民地 原來沒有麻蜂病的案例的地方 例如說夏威夷 他也爆發隨著殖民 然後爆發麻蜂病 這個問題就馬上轉變開來 他就變成說 他一定是傳染來的 原來沒有地方得麻蜂病 那就不是氣候環境的問題 那 最明顯的案例就是夏威夷的時候 那 在這個情形之下 現代的醫學的那個問題 就開始介入到 我們怎麼去治療 或是想像麻蜂病的這個問題 那大幅度的開始去調查 麻蜂病的病例 然後去觀察 然後去記錄這些病人的那個 發作的情況 然後 到了19世紀的末期 1897年的時候呢 麻蜂的這個 相關的醫師呢 就決定說 決定 麻蜂病患的治療措施呢 是以強制的隔離期來 來做這個處理 為什麼要強制的隔離期來 因為他們當時 在挪威的醫生 漢森 發現了麻蜂病 菌之後呢 並沒有真的找到 治療的方法 治不好怎麼辦 治不好 但又知道他會傳染 那只要把病患 得病的人都關起來 就是再度使用隔離的治療 然後想想看 實驗看看 有什麼辦法 可以處理他們 那 可是 大家都 我們剛剛已經聽到說 歐洲的大部分的病人已經隔 已經 歐洲已經大部分 沒有這個麻蜂病人 病患了 所以到底是誰被隔離呢 就是這些殖民地的人 殖民地的人 不管是說他原來就有麻蜂病患 他就把他隔離起來 他說他原來沒有麻蜂病患 因為殖民的結果 他有麻蜂病患 他也被殖民證明 設置了麻蜂病患 關起來 所以說這些患者心悟患 剛剛提到說 他可能是道德上面的污名 可能是性方面的污名 那接下來 加上一個 是 先進國家對付 殖民地的 那個 族群跟 現代不現代的污名 那 日本也大幅度的開始 就是在 日本的本土 跟他的殖民地 韓國跟台灣設置殖民 設置麻蜂病患 也是大事實上 在這個 概念上面 日風我們可以看到 垃圾遼遠的出現 他的位置 其實是 很現代的一個位置 他選在 都市的邊緣 你要離都市遠 不然會傳染給都市裡面的人 第二個是說 他要方便這個政府來 管控他們 因為這樣才能 呃 實驗他們 找到治療的方式 因為當時還沒找治療的方式 所以他 他的位置是在 新莊跟 桃園的交界 台北線跟桃園線的交界 然後他是在 台一線上面 縱灌公路上面 是非常重要的位置 其實 那 照片的話大概是這樣 他是在一個山坡上面 那當時附近完全沒有 大規模的開發情形 然後 為了要完整把 病患終身隔離在裡面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設施 包括說 你工作的設施 你要農耕 你要做勞作 等等 然後當然 你平常洗澡啊 吃飯啊 什麼都有 他甚至有 菜市場 然後到了 國民政府來台 接收這個地方之後 他甚至也加入了說 他有監獄 他管控這些不受管教的院 他有精神病房 右上角那張照片 叫做醫院 醫院是用美元的錢 蓋起來的精神病房 所以院裡面少數有那個 有圍牆的房子 大部分的房子是沒有圍牆的 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房子外面沒有圍牆 你要走出去就走出去 在裡面重化就重化 可是為了要有精神病患的存在 他把圍籍蓋起來 便於他管理這些院 然後有各式各樣 讓你完全生活在裡面的設施 然後加上他醫院 那到你無法治療去世之後呢 他有火葬場的納古塔 沒有離開這個地方的機會 所以說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被強制隔離到院裡面 然後你就完全脫離了 你過去生活的那個社會的關係 第一個是說你的家人 就算想看到你 也沒有那麼容易 第二個是說你的家人 真的還想來看你嗎 因為當你的家人知道 你的家人的鄰居知道 你被關到垃圾那邊之後 對你的家人來說 也是很重要的社會壓力 那他們當然就會說 沒有這回事 或是避免來看你 不然可能他去看你看完之後 回去對他的鄰居來說 你可能把病 他可能把病菌帶回去了 他其實是非常非常嚴重的污名 跟身為壓力 所以說非常多的院民 他現在已經沒有 處於沒有家人的狀態 對他們來說 更加家人的是 比如說照顧他們的院 其他院民 像那個阿嬤 請去阿嬤 跟他來說 他還有家人 家人會來看他 可是 真的照顧他的人是誰的 這來了 他照顧來了 反正也照顧阿嬤一輩子 到現在就還是 現在 白阿姨因為身體不好 才請 家裡才請 24小時照顧他的看護 不然 過去的時候 男阿嬤照顧他 可能40年50年 都是這樣子照顧他們 那其他的院民也是這樣 年輕的院民 照顧年長的院民 一方面 年長院民有人照顧他 一方面 年輕的院民 他有可以獲得一點點 微薄的收入 那可以支持他的經濟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一方面 彼此也大概提升下去 第二方面就是說 他們 自己種樹 然後種樹 然後打造家具 甚至他們自己蓋佛堂等等 他們 興建了非常多 自己的空間設施 然後來讓這個地方 變成一個 真的是他們的家 跟社區的位置 這是 大概前幾年的時候 我們拍了一個院裡面的 全景的圖 在這個地方就是 比較靠近 綠地的地方 就是大樹下 唱歌的那個 扮演唱會的三場